早安很美樂 我們現在在屏東大院子他們這邊 那現在是早上時間的7點10分 然後今天現在要帶我們去騎 他在半島 最漂亮的一段路線 我們很期待 他自己覺得最漂亮的 半島最漂亮的路線嗎 很棒的路線 真的 因為今天是海景 然後我們會往西邊繞下去 到鵝鑾鼻再往上到龍海草原那邊 就是看到太平洋的景 很誇張 因為就是海邊 溜下去很像要衝到海裡面 超美的 請你拿東西 好 今天的路線就是小半島 對 剛剛我昨天看地圖的時候 它有幾個景點 像是鵝鑾鼻燈塔 也會到那邊 那邊還有一間荷蘭女生開了一個咖啡店 但那個11點才開門 我們如果說有經過的話可以去看看 沒有經過的話 也是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這一趟路 到底有多美吧 好的 我們也沒吸過 無敵海景 走走 我們現在要騎往滿洲的方向 因為他們說現在剛好是日出起來的時候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先騎到滿洲那邊看看 我們剛剛說了 WINDOWS 桌面的感覺 Windows 桌面的感覺 這四月來更多 這個時間真的是很亮 是我們剛好的 可是今年是比較涼一點 我們恆春半島有三寶 就是洋蔥跟港口茶還有什麼 熊麻 我以為是麻將 KTV游泳池 包凍三寶 沒錯沒錯 以前就是因為半島盛產洋蔥 熊麻是二戰的時候 拿來當打仗用的那種繩索的作物 是這邊的原生作物 再來一個就是港口茶 港口茶是全台灣就是 維度最低的茶 也是海拔最低的茶 剛好就是我們剛經過的那一區 現在可以採 對對對 然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買半島的 半島都可以買 超過的茶 它比較有色的味道 會比較容易拿 這樣 對啊 紅紅山好不忘記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們剛剛也曾經過很多 那個看起來刺刺像仙人 那都火龍果田 對對對 满足非常多 然後很多打在新鮮的 紅紅果冰箱 或是奇異果 打在一起 都滿硬產的 好想搬過來 好想搬過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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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該來自產的 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房子 自產種火農果是不是 每一個下來的人 真的都會看房子 對 對 真的 雞總下來都會 雞總下來都 雞總下來都 問一下房子 對 超美 好想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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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我們等一下去上面 風吹沙 會有一個小坡 對 會有一個小坡 據說不是小小而已 對 走吧 然後你看這裡超漂亮的 而且它這裡真的很有南國的感覺 你看旁邊椰子樹上面都有椰子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在東邊 然後加熱水就在前面 對 好繼續前進吧 繼續前進 趕快看 我們現在在這裡摘沙這個地方 你嘴巴很大啊 對 呼呼呼呼呼 對 然後這裡 沙鹽這種 所以有什麼酒 沙漠 我們來這邊嗎 對 這邊沙鹽比較多 對 然後這邊 我們就說它這邊是太平 太平派 這邊比較沒有 通常人家有短短的 所以這邊 這邊 他們這邊衝到這邊 它都沒有人來 喔 所以這邊整個都是春風 它這邊這樣子有做 路 可是其實以前它是石頭 是後來 他們就要觀光它變成牛 我相信是太平洋了 滿洲那十月的時候很有名就是那個 南樓煙我們說 有一種鷹啊 整群的一兩萬隻 鷹 老鷹 忘記叫南樓 還叫南樓煙 可是我中文就叫什麼 他們叫國慶鳥 每天天三天 然後會飛來這邊 他們是要 就是要過境 所以這邊會很多 然後老鷹啊 那種某種鷹 然後他們就會停在這裡一陣子 他們是過境 南樓煙只有十 國慶日那幾天會過來 所以很多人過來就是看 你剛不是看很多牛嗎 對 這裡啊 他們這邊都放木的時候 牛會走在路中間 這一區都會有牛 剛才就說這個 這邊像個牙齒的形狀 對 所以他們就是左腳跟右腳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看哪根是左腳 還是右腳 哦 所以我們就要騎左腳騎牛 左腳就是右腳 哦 原來如此 我們現在在這個風吹沙這邊 我們現在在這個風吹沙這邊 就是現在看到 超 對 對 應該說我們這裡是在一個高點 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海底 然後那邊就真的是很嚇人 拍照 哦 我們來唱卡拉OK 哈哈哈 開玩笑的啦 你看 一大片的草原耶 哇好酷哦 好 這裡也是一個很好拍照的 紐西蘭 紐西蘭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從主要那條道路 玩進來這裡 這裡是一個小祕景 然後它這裡上去就會有一股 底海景的view 其實我們剛剛沿路過來 已經有股底海景的view了 對啦 真的很逗耶 真的很逗耶 我們現在到了這間迷你小橘子這裡 這是一間很漂亮的早午餐店 然後 沒位子 對 沒位子 所以我們去波波廚房那邊看一下 然後現在9點5時 我們回到了恆春市區這裡 然後我們繞了一圈38公里 對 然後我們來等這個早餐 然後再買回火箭人試驗室那邊吃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現在太多人了 對 連這間人都很多 這間有名的就是蛋餅 蛋餅系列跟蘿蔔糕系列 對 那我們剛才去波波廚房跟迷你小橘子的話 都是沒有位子 然後在旁邊那邊有一個超波麵 是他們這邊有名的Local的早餐 也是很多人排隊 可是我們可能吃不懂 可是我們可能吃不懂 吃飯 好 好 那我記得剛剛的早餐還滿好吃的 然後他們推薦的蘿蔔糕也不錯 然後它的蛋餅是那個脆脆皮的 對 在台北比較少一點 對 然後一定要加它的醬 烤水 然後今天的路線我覺得非常漂亮 因為一整面都是海景 然後又有陽光灑下來 然後雖然是旁邊有一段烏魚 可是它烏雲的 在另外一面就是有藍天 我覺得很漂亮 這條路線它繞了一圈大概30公里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坡 有一點小緩坡這樣子 對 算是騎起來滿舒服的一個圓圈 很漂亮喔 再見 好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也歡迎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到恆春這邊來騎車喔 謝謝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就按讚 分享一下小鈴鐺喔 掰掰 也謝謝Linda 約我們騎腳踏車 掰掰 掰掰